那视频可能还有引人故事的内容,仅谨慎选择观看 比伟人更恐怖的微笑病毒开始疯传 此病毒通过空气传播,感染者会止不住的狂笑 并伴随着暴躁,脸部溃烂,强攻击性等特征 以下是调查局流出的病毒实验报告 感染者会经历四个阶段,请仔细辨别 一旦你周围的人频繁发出怪笑声,请立马远离 否则后果自负 视频由军方的一则公告开始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已经有500多人因微笑病毒而死亡 该病毒目前没有任何疫苗 据报道,伤亡事件大都是发生在阴暗的小巷子内 请务必远离,不要和发笑的人有任何接触 这是两位微笑病毒感染者 他们最初是因为头痛到医院就诊 在发病的第一阶段,他们表现得非常开心 脸上的肌肉因不停发笑而抽搐 一周后的第二阶段,感染者开始大量脱发 头痛加剧,并没日没夜的狂笑 狂躁情绪开始出现,不管服用任何药物都压制不住 第三阶段,感染者的脸部开始发生大面积溃烂 并出现极强的攻击性 医护只能将它们关起来 由于前两周不停的狂笑 感染者的声带已经受损,无法发出声音 但他们还是一直咧着嘴发笑 在第四阶段,一号病人的头发已经全部脱落 面部组织完全损坏,精神也变得不正常 而二号病人在第三阶段末期就离世了 当局迅速对其进行解剖 并在感染者的大脑内发现了大量真菌细胞 哪怕感染者已经死亡,真菌细胞仍在不断分裂着 尸检进行到一半时,感染者的嘴巴突然冒出大量气体 导致在场的所有医护全被感染 现场堪比地狱 随后调查局公布了一本感染者的恐怖日记 该日记记录了一名叫肖恩的人被感染的全过程 1994年12月4号,肖恩带着自己的宠物猫出去购物室 一名陌生人撒了他一脸的面粉 由于那个人看起来不太正常,肖恩便没有追究 当晚回家后,肖恩开始做噩梦 梦里一个长相诡异的男人总是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笑 整整一周的时间,他每晚都能梦到这个男人 在12月12号,肖恩的脸开始抽搐 并伴随着头痛 肖恩认为是自己压力太大导致的,便没放在心上 4天后的12月16号,肖恩的头痛开始加剧 脸部的抽搐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 可医生却检查不出任何问题 只是简单开了几片头痛片就让肖恩回家休息 在12月22号,肖恩的宠物猫突然死了 他虽然很难过,但却控制不住地开始发笑 时间来到12月26号,肖恩开始出现莫名的兴奋 他感到很开心,并晒出了一张自拍照 随后视频出现了跨年倒计时 可在倒计时结束时,响起的却并不是烟花爆竹声 而是枪声,惨叫声和警笛声 随后出现了一则警方通告 在跨年夜,闹市出现了大规模的无差别杀人 犯人正是22岁的肖恩 他非常的疯狂且精神异常 肖恩的行为共导致了17人死亡 10人受伤,警方无奈之下只能将其击毙 而这仅仅是微笑病毒传播的开始 在第二卷中将出现更加恐怖的反染者 在此期间,请务必小心你身边经常怪笑的人